只要游戏通关就从性感老板娘做老婆 这种好事对一个宅男来说是绝对致命的 在2021年就有这么一部神奇动画 如果究极进化的完全前进式RP剧比现实更垃圾的话 名字超级长 但如果名字不够长 那么或许会失去观众的一无观看权 情小说改编的番区好像就得这样去名 男主名叫杰成红 是一个VR游戏狂的玩家 某天他兴奋地准备去买七代的游戏 可半路却被搬上了婚婚同学 以借钱为由抢走了身上的钱 没钱的他想再找找有没有更便宜的商店 结果便来到了性感老板娘卢越的商店 看着面前一头银发和拥有初衷身材的卢越 杰成的小脸顿时一红 害羞的询问是否有售卖新款游戏 卢越表示有的有的 而且比其他地方还要便宜 在得知价格正好是身上仅要的一万块后 杰成立刻掏钱 可却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游戏 而卢越则快速收钱 表示一斤售出改不退换 卢越给杰成的游戏 还是十年前的老游戏 极嫩 本来非常不满的杰成在听到这是一款 献给成年人的完全沉浸RPG后 内心的小鹿瞬间奔腾 再看到杰成小脸微红 卢越知道子弹生意稳了 于是疯狂吹起耳边风 难道杰成不想体验一下更刺激的东西吗 甚至卢越表示还会无微不知地教导杰成 各种各样的技巧 就这几句话听完 杰成和脑袋明显不够用了 于是稀奇糊涂地便把这款老游戏带回家 一开始 他对这款游戏根本不抱任何期望 又是熟悉的勇者打败魔王拯救世界的老套路 但很快他才发现 这游戏很诡异 面前的一切都太过于真实 被风吹过会有凉意 被椅子撞到会有痛觉 就连NPC的触感都仿若真能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成年人的游戏吗 就在杰成回味的同时 他也想起了游戏的设定 面前出现的女人 是他的青梅竹马艾迪西亚 男人是青梅竹马的哥哥马丁 同时也是杰成的挚友 按照任务提示 他得先走出这座城镇 男人两人在听到杰成 想要出城后 惊吓的话都说不出来 原来这座城镇为了保护人类 免受哥布林的袭击 于是在四周挖了巨大的护城河 居民们是被禁止外出 只有特使 谁也进不来这里 男人让这个城镇居民 微风丧胆的哥布林 在杰成看来 哥布林这种触及魔物 完全可以一战 这也让青梅竹马兄妹俩 更紧张了 他们一直认为杰成已经病入膏肓 所以试图用武力唤醒杰成 在青梅竹马严厉 杰成是他们最重要的人 男人在杰成严厉 原来是要打败NPC才能出城 可是他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就在设定中 他并不会什么魔法 战斗力也是跟现实绑定 被打了之后还会流血 而且真的超级痛 连一个NPC都能欺负到自己头上 联想到现实中受到了委屈 杰成终于忍不住还手 可只是用力侵犯马丁 结果就这一下 他竟然死了 马丁拿在手上插水果的刀 竟刺穿了他的喉咙 由于一切真的太过于真实了 杰成竟出现了杀联后的恐惧 于是赶紧逃走 在冷静下来后想要重启游戏 却发现根本没有这个选项 也就是说每次开始游戏 都得从现在这个进度开始玩 就在他有些手无足措时 手好会无畏无至 叫到杰成各种各样技巧的卢月上线了 他用店员身份动怒后成了妖精 也就是游戏顾问 可以给杰成提供帮助 游戏中的NPC和怪物都看不到卢月的存在 他本以为杰成会与青梅发生一些不可告人之事 却不曾想解锁了最糟糕的开局 从现在开始 他将会被青梅追杀 他喜欢杰成 只要杀的杰成就会随他而去 三人就能在另一个世界重新在一起了 疯了疯了彻底疯了 本来青梅会是很多游戏玩家选择的冒险伙伴 现在却成了敌人 杰成左跑右跑 总算帅开了他 奔跑带来的疲惫 也很真实地体现在身上 就在他想赶紧离开这个鬼游戏的时候 却发现根本无法退出 系统提示战斗还在继续 下一秒 可爱的青梅就突然杀了出来 这次杰成终于被水果刀划伤 强烈的痛感顿时出现 杰成也第一次感受到死亡 离他如此近 信奥卢月利用青梅看不到他的优势 不断攻击青梅的眼睛 这才帮助杰成摆脱追杀 成功退出游戏 虽然只是一个NPC 但在设定上 情歌为人当面处死 这种仇恶换出任何人 都无法原谅 就像杰成在现实中 也有一个妹妹 男儿两年的关系 却并不友好 妹妹十分讨厌杰成 沉迷在RPG游戏中 以前的哥哥 可以说是他的偶像 但现在却成了 他最讨厌的死宅 可是杰成不知道的是 傲娇妹妹表面 很讨厌哥哥 内心实则却很喜欢 就在妹妹头疼 不知道该如何阻止 杰成继续沉迷RPG时 没想到杰成竞在游戏中 被性感红毛辣妹 狠狠羞怒 他居然被吓得 当场尿了裤子 杰成作梦也没有想到 只是无意中 杀了游戏中的NBC马丁 他竟然会被全程通缉 在被人举报之后 杰成就这样被游戒示众 直到如今 他不得不淡白 自己的身份了 他可是要整救世界的勇者 男儿面前的士兵 只把杰成当成了神经病 毫不犹豫地 把他弄到地道 管了起来 这部游戏 真的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男儿杰成想推出游戏 回到现实 无奈的他只要继续等待 可在他准备小解释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被他杀死的马丁 竟突然站在身后 他询问杰成 他们曾经在大叔下 篱下的誓言是什么 但恐惧早就让杰成的大脑 一片混乱 即便清醒 他也根本不知道什么誓言 在游戏设定 他跟马丁是好基友 但身为玩家的杰成 压根就跟马丁不熟 对方表示 如果他想不起来什么誓言 就会每天都来缠着杰成 正常人都禁不住 被这样吓唬 男儿杰成的心理防线 此时还没有崩溃 真正击溃他心理防线的 是随后出现的 红毛丽莎 她是城镇的异端审问官 接下来 她要亲自审讯杰成 她让杰成躺在床上 系统也提示 接下来的剧情会非常刺激 玩家是否做好心理准备 难道 这就有所谓的 献给成年人的活动时间吗 杰成顿时开始响怒飞飞 身体也非常诚实地 点了yes 确认剑 男儿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却超出了她的预料 只见丽莎将她四肢固定住 所有掏出大宝剑 要切得结成了四肢 只要她能忍受这个过程 就能说明马丁的死与她无关 由于这个游戏无比真实 所受到的痛感 将与现实中无差别 在极度恐惧下 杰成没有忍住 吓尿了 可就是这非常尴尬的情况 却让丽莎无比兴奋 就把她准备继续动手时 却收到了审讯停止的通知 在丽莎离开后 杰成的情绪突然异常 对着深深难吃的卢月 法师再也不会碰这款 拿起游戏的 所有毫不犹豫地退出游戏 先前的遭遇 触发了她最难过的回忆 本来她是一个 充满阳光的主梦少年 是田径部的王牌选手 可她一次比赛中 她为了在偶像面前表现自己 却来不及去上厕所 以至于在比赛过程中摔倒 而当众开罚放水 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 周围的女生 那四小微笑的表情 以及偶像对自己 失望透顶的模样 从此之后 杰成就封闭自我 开始逃避现实 而沉浸在RPG游戏中不可自拔 妹妹只要看到 失去往日阳光的杰成 就气不打一出 于是总会与杰成半嘴 但这次她却出乎意料地 说要放弃游戏 短暂地错误了 妹妹更加生气 因为田径受挫 就开始沉迷RPG 可现在却连RPG都放弃了 一定是太难了打不过 反正在妹妹眼里 杰成已经是一个 只要遇到问题 就会逃避的耸祸 妹妹的不屑 在杰成眼里 简直不可理喻 但妈妈却告诉杰成 其实妹妹一直都想要杰成 能继续当她心目中 帅气的哥哥 但现在先不管妹妹的情绪 杰成不管如何 都要抓紧把手上 这款垃圾游戏 急的给退掉 可是因为十年前的游戏 早就被社会淘汰 且由于特殊性的原因 即便是在当年 也是各种差评 没有人能忍受一款游戏 竟跟限制99%相似 玩游戏也是为了放松 而不是换一个环境 来找虐 卢月拒绝退货 并开始尝试各种方法 送和杰成继续游戏 他所得游戏玩家神威 做的攻略 他是用目前这款游戏 唯一的通关者 有了攻略在手 岂不是再也不会遇到 令人尴尬的事了吗 但这诱惑力 还不足以让杰成回头 只见卢月搭在了杰成的肩上 所有娇滴滴的说道 如果杰成能通关这款游戏 那么他就嫁给杰成 全情窄男 何时遇到过这种场面 纵使先前心中 有一万个不满 最终还是没有忍住诱惑 咦 重新登陆 看到面前熟悉的环境 他还是忍不住感到一阵不适 毕竟在前不久 他在被性感辣妹丽莎 吓得尿了裤子 不过有个好消息 护卫队队长阿特经过调查 也确定了杰成没有杀死好友马丁 现在他被无罪释放 而重新开始冒险 但是身为马丁妹妹的青梅 却还是不愿意放过杰成 杀熊之仇不共戴天 在风停状态下的青梅 全身属性都增强了十倍 所以杰成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就要被青梅杀死 而游戏结束 关键时刻 之前折磨过杰成的丽莎 竟站出来保护他 杰成作梦也没有想到 只是在妹子面前鸟了裤子 竟然丽莎对他抱有特殊的好感 他想要再好好继续欺负杰成 这种美妙的艺术 光是想想都感到兴奋啊 可青梅的战力实在超出预料 丽莎竟然不是青梅的对手 现在再也没有人可以阻止青梅了 杰成突然想到之前看过这个游戏的攻略提示 竟然无法正面取胜 那么就想出不战而胜的方法 在二次元三次元的任何女生 都讨厌的事情莫过于备占便宜 所以杰成毫不客气地将弦猪手伸向了青梅 但预想中的教学画面并没有出现 反而是更加激怒了对方 只要这时杰成才想起这个游戏的设定 于是对着青梅大喊 我喜欢你 杰成的表白竟真的让青梅停下了刀 眼睛这个方法有效 杰成赶忙乘声追击 他想结婚 想让青梅生好多孩子 这一连串的炮轰 让青梅的思绪彻底混乱 他落魂而逃 完全忘了还要替兄长复仇 卢源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破解之法 难道这场却一点都不开心 他之前的话全是违心的 一直以来他都以为这不过是游戏里发生的事 青梅和马丁都是一个毫无关系的NBC 前程没有关于他们两年的记忆 有的只是游戏本身强加的设定 但是对于他们两人来说 特别是青梅来说 他的存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自己不仅杀了他的兄长 还因为害怕只顾着逃跑 没有伤心没有难过 现在为了通关游戏 还即便轻微感情 他真不是人 最后杰成来到马丁说的那个大叔下 其实只要翻看教程 就能知道马丁说的恶人誓言是什么 但杰成一直都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压根就不知道马丁在说什么 但现在他站在马丁灵魂面前 发自内心的说出和教程安排的那一句 我和你 死的也一直是只有 再听完这句话 马丁也终于没有在怨恨杰成 而是被直接超度 在解决万青梅和马丁的恩怨情仇后 属于杰成的冒险才正式开始 可还没有等他走出城镇冒险 哥布林竟在这时袭击了城镇 对哥布林充满不懈的杰成 竟想拿着一把生锈的短剑去猎杀哥布林 可在亲眼见到哥布林的残暴后 杰成才知道自己之前的想法是有多么不成熟 卢越还告诉杰成一个秘密 在这个游戏世界死去 那么连接游戏世界的VR设备就会损坏 这也是为什么这款游戏会被称为 插进到极点的超级大击的完全沉浸RP去 卢越建议杰成最好先下线去看看攻略 毕竟哥布林实在太强了 机会又只有一次 就在杰成打算听从卢越建议下线时 却看到一位小女孩被哥布林发现了 虽然卢越极力确认说这只是一个NPC 可杰成实在不想再看到任何人死亡 哪怕是一个与他无关的NPC 眼看小女孩就要被哥布林一棍敲死 杰成身体突然蹦发出一股力量 眨眼间就将小女孩从哥布林手中给救了下来 这也是杰成第一次在这个游戏世界 使用超越人类极限的力量 游戏介绍上明确表示 游戏玩家的属性将与现实同步 是因为田径部王牌的杰成 在速度上有很大的潜能 而他也在随后揭示到所谓的魔法吃力 护卫队队长阿特可以使用雷电的力量 两只哥布林在他面前竟撑不过一招 对于杰成的表现 阿特非常欣赏 所以决定邀请杰成加入护卫队 一起保护城镇居民 一讲到阿特是这个城镇最强的NPC 犹豫的直接答应了 今天有人可以解决哥布林 杰成便保存进度 在这个时候下线 在休息干饭的时候 他特地查了一下攻略 结果发现加入阿特护卫队的存活概率 只有0.1% 虽然这明白者跟死没有区别 但想到有人能过关 杰成觉得可能是攻略在唬人 自己也是一个高丸 一定可以度过下一次哥布林突袭危机 可是在杰成上线继续游戏后 他才明白自己真的是太密资之戏了 护卫队的训练生活 就差点将他催弹的精神崩溃 在这里是以实力至上 可杰成从来就没有战斗经验 落暴的他直接被队友的所有人欺负孤立 这跟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完全相似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这可是游戏事件 杰成不想自己向现实中只会逃避 所以决定分歧反抗 既然打不过那些实力奖案的大哥们 但可以试试打哥们的跟屁虫 这些善于吹碰的人 或许跟他一样都落暴了 但试试告诉杰成 他有想法很好 就是太不成熟了 以至于被大哥们的跟屁虫打得更惨 甚至在后来 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开始欺负杰成 为了让杰成振作起来的卢月 利用隐身的能力开始制造各种事端 甚至将大哥们的宝剑和珍贵的东西 全部扔到臭水沟和粪池里 并栽赃陷害大哥们偷了婆婆NPC的胖子 一瞬间大哥就成了护卫队 仍然喊大的过街老鼠 看到这一幕杰成的内心变得好受很多 换作正常人在经历先前的待遇后 肯定骑的法师再也不碰这款垃圾游戏了 但为了能让卢月履行诺言 通关游戏就跟他结婚 他已经做好了不放弃的准备 看到杰成的决心 卢月也在哥布林来袭的前一晚 将自己为何一定要让杰成通关游戏的原因 说了出来 原来以前卢月也是这款游戏的一名玩家 甚至还见到唯一通关游戏的玩家神威 卢月大胆地向对方表白 可却被对方以欧拍太大不喜欢给拒绝了 一直以来卢月都相当自信 男儿神威却在他最自信的方面狠狠地践踏 从了之后 卢月便想找到一个也通关极任的玩家来复仇 本因为卢月是对自己有好感才说出结婚 但看来杰成实在想到他也多了 本来还一腔乐血 现在突然没了干净 但杰成还是不想放弃 他想到现实中的妹妹说的话 遇到问题就逃避是他最大的问题 或许通关极任可以改变他的糟糕的性格 但在隔天哥布林大军来袭 他才发现自己到底是有多么的没用 因为他根本帮不上忙 总是需要秦梅和丽莎的帮忙才能渡过难关 在与哥布林王独眼的对决中 阿特和秦梅以及丽莎速度都快到一肉眼看不见的程度 可即便如此 他们能就不是独眼的对手 突然市民们将一群小哥布林给带了出来 看到在劳动力的小哥布林 独眼出现了强烈的情绪波动 抓到漏洞的阿特 给予独眼致命一击 最强大的王被处决了 剩下的哥布林也就不足为惧 这种虽然什么事都没做 但也庆幸着0.1的概率 竟被自己赌对了 可下一刻他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幸运 攻略上说的概率很明显是真实的 回想起自己之前在地牢中听到的低哄声 他一直以为是范能被审问时发出的叫声 但现在一想 看来就是这些小哥布林 独眼会带着哥布林大军对城镇突袭 也证实他的儿孙们被人类抓捕 根本不存在什么哥布林想袭击人类 阿特欺骗了整个城镇的居民 原来攻略上所说的0.1概率根本不是小心哥布林的袭击 阿特才是最终的boss 身为最强NPC的他 是结成现在所要打败的对象 阿特勾结城主大人加班抓捕哥布林 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人类对哥布林的恐惧 从而牵制外部想靠近城镇的人 也可以用来束缚想逃离城镇的愚蠢之人 哥布林对阿特和加班来说 就是方便统治城镇的道具而已 拥有高能智慧的哥布林在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招惹他们是绝不会主动发动攻击 既然现场有人指教了他们的秘密 阿特要清理这些风险 之前他以露眼看不清的速度冲向结成 来不及躲闪的结成只能闭眼等待死亡 没想到青梅就站出来替他挡下了这一次攻击 虽然只是设定上的青梅NPC 但结成早就明白了自己这个角色对于青梅的重要性 愤怒的情绪让他再一次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这也是这款游戏可以获得力量的最直接方式 只要情绪波动强烈 就会获得短时间的战力提升 一瞬间 结成均与阿特打得有来有回 可奶要装备上的差距 让结成吃了大亏 好在死去的基友马丁给他送来超强外挂 但最终结成还是没有逃过被阿特斩杀的命运 游戏失败的代价就是VR设备彻底损坏 不过卢月却给结成借来了免费的VR 想当地继续游戏 在攻略上有一个办法 可以不需要重新开始回到一小时前的进度 他发现从一开始想报复神威的想法 所以与结成相处下逐渐改变 他是真的想跟结成一起通关这款游戏 至于结婚这个承诺 也不需要耍赖 毕竟连NPC都想守护的男生 实在太有责任感了 不过结成让卢月等他一个月 在这期间他开始跑步 其人那阳光的模样重新回到他的身上 妹妹看到熟悉的哥哥回来后 也忍不住窃喜 虽然嘴上还是会跟结成伴嘴 但谁让他真的超喜欢超崇拜哥哥 故事到这里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至于结成能不能打败阿特 就是下一季的内容呢 熟悉的一世界后宫套路 但故事的走向却一直与你反着来 没有龙岸天的设定 没有后宫成局的待遇 一步一步的改变和成长 才是这不凡的美丽吧 毕竟真正的成长 就是会出现这些出乎意料的困难 和莫名其妙的问题 只要不放弃自己 至少对得起自己 其中傲娇妹妹的知限 也是超喜欢的部分 有这样一个关心自己 和崇拜自己的妹妹 简直太幸福了